好 幹嘛丟筆 好了 老師會帶你上天堂 怎麼那麼早就丟筆了 老師 我來比掉了 上刀我是蠟筆 好像可以踩進去 要踩下去 他自己來 把你踹開 哈囉 康哥好 大家好 嗨 老師好 幹嘛丟筆 好了 老師會帶你上天堂 怎麼那麼早就丟筆了 老師 我來比掉了 老師可以幫他們剪個筆 同學 老師 請問一下 你今天是有什麼 心理狀況才需要丟筆嗎 就是 就是比掉了 你是對老師不滿嗎 你覺得老師哪裡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你比 比較正 比較正在那裡以後的判比 好 那我們請 老師覺得好難過 好 剛剛有在丟筆的跆拳老師 不是 不是 藝人 側踢 臉部 閃下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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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自己剪 我們自己剪 還好 我變成了 我們自己剪 可惡啊 壞壞壞壞 好 請自我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我是摩羯座的 請問您的三位是 3 3 D 25 35 好 請問老師教的是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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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LOGIC 對 這是傳宗接代的一門學問 我想這也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剛好今天還會特別聊到 跟這個有關係的 那是正常交配的 那妳當初怎麼會有興趣讀生物 其實因為我自己從小本身 就是對生物特別的擅長 就是比如說可能在學校的考試裡面 國文是這樣 數學可能是這樣 英文大概也是這樣 但生物可能是這樣 好特別 那個生物科解剖青蛙妳敢 如果它活著的話 我可能會有青蛙壓力 對啊 以前不知道解剖青蛙 對啦 其實以前生物的 就是上生物實驗的時候 他會說要解剖青蛙 像大學的時候 還有解剖青蛙 兔子 然後老鼠 然後經過這些課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辦法當醫生 因為以前好像爸爸媽媽都會覺得說 妳的三類組很好啊 妳後來要去當醫生啊 然後就跟我媽媽說 妳知道我解剖青蛙的時候會昏倒嗎 會一樣 妳就是看到那種 妳也可以當醫生啊 妳當心理醫生啊 不用看到學 可是看到你在考進醫學系的那之前 妳可能要經過 什麼都要上 妳什麼都要上 後面才會分科系 是 所以 對 我就放棄了這件事情 等一下 詹麗敦妳在 寫什麼東西 就是寫 我跟你講 這女主教最討厭 上課話話 而且妳 哇 妳吵 哇 妳吵 沒有吧 妳就罵他欸 有一些學生就是會這樣啊 妳沒有美術的態度 沒有 其實立東哥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也這樣 我的課本上面都畫很多的圖案 而且還會每一頁畫不一樣的 然後翻開來編動畫 那學生上課不專心 妳哭了 哭什麼呢 妳還感動 太棒了 不專心 沒有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一次 就是 就是帶學生 然後那個學生就是 那一天上課就真的超不專心 就是妳跟他講什麼 他不理妳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其實這個錢就是也是爸爸媽媽教的 那我希望妳就這個時間 妳可以把就是 認真學習 對 認真的 我們幫妳複習 有什麼不懂的 然後他就這樣 你很煩欸你 然後就甩門就出去了 哇 然後我就想說 在教室裡 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是家教 然後他就甩門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 而且我其實那天有點難過 因為那天是我生日 但是我沒有過生日 然後我來上課 然後結果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可能 在學校壓力很大還是幹嘛的 然後就是突然就發脾氣 怎麼會這樣 然後結果他出去之後 他再進來的時候 手上鑽著一個小蛋糕 哇 然後我就說 就是祝我生日快樂 然後前面對我那麼兇是 就是為了要整我這樣 就是有個反應 所以你們綜藝節目 把小孩帶壞了 什麼壞了 對 每一次同一過慶生 都要搞這一套有沒有 不要整人啦 會哭 對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就想說就是覺得很委屈啊 想說就是生日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過生日 然後結果你就要整我 這滿貼心的 對 他有講一些感人的話嗎 對 他有寫一個 你是三高 我就是蠟筆的樣子 一東哥 那個學生是女孩 我們聽得很清楚好不好 是大哥 我是蠟筆 這有錯嗎 蠟筆 蠟筆好像要插下去是不是 可以在一起 阿翔可以插進去 要插下去 沒有關係 我今天就是你的學生 就是你的蠟筆 生物教學開始 我跟你講 好好念喔 老師要教學 待會兒要考試 好 考不過的懲罰 拔腿毛 準備起開始 好啦 那今天同學們 我們要上一個非常簡單 跟大家都還蠻有關係的 就是 哺乳類 你們知道哺乳類 為什麼要叫哺乳類嗎 藍色的 又很 哺乳哺乳類 哺乳類 真的耶 那除此之外還有呢 哺乳 喝奶的 喝奶長大喝奶 重點了 這就是我們哺乳類的特徵 為什麼他會叫哺乳類呢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 會幫他的後代哺乳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樣的特徵 胎生的 對 胎生不一定喔 不一定 胎哥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哺乳類 它有 就是像我們人的話是胎生 胎 但是其實也有卵生的 喔 對 像鴨嘴獸 我們世界上卵生的 大概總共有五種動物 一種是鴨嘴獸 另外四種是 針眼 針眼 長針眼 那不是偷看 他的洗澡嗎 就是它是一種鼠類 老鼠啊 它不算是老鼠 因為老鼠是胎生 它是自己另外一種 溫協就對了 對 因為基本上哺乳類動物 都是恆溫動物 OK 所以一定是溫協的 是 來 然後另外除了 剛剛有說哺乳的重點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都是用肺呼吸 喔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因為等一下會有一個 簡單的隨堂考要考大家 可以去透過這些特徵 去分辨到底誰是哺乳類 或誰不是哺乳類 OK 然後剛剛有說到的 還有一個就是恆溫 恆溫 對 它是恆溫的 好 那簡單跟大家介紹這一個 那我們有小問題來考考大家囉 來 考試 來 做筆記 筆記給我 插掉 插掉 好 來 請問 下列何者不是哺乳類 1 海豚 2 鯊魚 3 鯨魚 1 2 3 好 來 預備 7 錯 鯊魚 我說1 2 3 你就可以寫B 對 我想說我們是不是寫錯了 我跟你講在臉考上 這樣寫就是錯的 對 對 海豚 海豚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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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豚 你認為海豚不是 其他兩個都不是一般的魚嗎 海豚不是跟人類一樣那個 所以 他人類是哺乳類啊 他也是吧 對啊 我問說下面哪一個不是 不是 我先去講 我先去講中文 我先上中文課好了 好啦 下面哪一個不是 你寫1 2 3就好了 1 海豚 2 鯊魚 3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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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師請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鯊魚 當然鯊魚 對 因為鯊魚是魚類 它不是哺乳類 是不是 對啊 那鯊魚幹嘛叫鯊魚 鯊魚它是在 就是我們動物分類裡面 極所動物下面哺乳缸裡面 下面的一個分支 而且鯊魚是用肺呼吸的 所以你們會知道說鯊魚 它一段時間 它必須要回到反面上 鯊魚有肺 它要去噴發一下 它是很會憋氣而已 鯊魚是靠塞嘛 對 哎唷 好聰盈 因為它有心沒肺 好 來 請問第二題 請問下練哪一種動物是胎生動物 哇靠 1 乳牛 2 企鵝 3 鴨嘴獸 請問下練哪一種動物是胎生動物 1 乳牛 2 企鵝 3 鴨嘴獸 1 2 3 哪有犀牛啦 乳牛 2 3 乳牛 2 3 犀牛 3 3 犀牛 3 4 犀牛 3 4 你是乳牛 3 4 你是企鵝 你是乳牛 3 4 請問哪一個是胎生動物呢 老師 正確的答案是1 乳牛 喔 看看老師就知道 等一下 立東哥 你是說我是牛嗎 沒有 我就看看老師上來課 都知道啦 我說你是胎生的啦 對啊 企鵝是生蛋的 對 因為就會看到影片 或者是那種動畫裡面 那個企鵝是 企鵝爸爸是會孵蛋的 他會把蛋放在腳上面孵蛋 夾著 對 他會把它弄到他腳上面 企鵝蛋啊 夾蛋 對 企鵝的 啊 土狗 因為二磚是花錢買的是不是 有呢 來 綠希龜媽媽在海中完成交配之後 在夜晚爬上沙灘產卵 再用沙子將卵蓋住 接著回到海裡他就不管了 請問一下這種生殖方式為什麼 1 卵生 2 胎生 3 沙生 沙生是什麼 1 2 3 直接把沙生刪掉這樣 哦 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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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1嘛對不對 對 卵 好 卵生 來 老師請聊 正確答案就是大家選的1 卵生 耶 那老師比如說 卵胎生是什麼意思 卵胎生是他們有先有 就是生出卵 但是他的卵沒有馬上 直接排出體外孵化 他們是把卵放在身體裡面 很多蛇 等到裡面的小寶寶們長大了之後 破了殼 破了卵之後油出來 好 所以是卵胎生 所以是自己弄破殼的 對 是裡面的小寶寶長大之後 然後出來 蛇又是這樣 蛇大部分是卵生 你會看到蛇會把那個 就是弄了一個洞 然後把蛋放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他們還要上面要蓋稻草 然後要曬太陽 就是幫助那個蛋孵化 溫度 好不好 以上 好 而且你們三個 你們四個 請問一下答對有什麼好頁 剛剛是幼稚園的題目 蛤 我覺得有難度耶 傻一點 我剛剛才好 講好久 很有意義 好怕答錯 這一堂課 我們可以說他 賞心願望 老師請坐 老師太棒了 謝謝